文明 天哪 文明 郭文 祥珍 好了 我們上課了 這個 在我們今天要進入到 流體淨力血 就真的要進入到 流體淨力血來 那第三章先軟身一點 先討論 流體淨力血 這個 這個漏掉了一個字 不好意思 第三章是討論的是 就是流體的靜止 或者流體之間沒有相對運動的 一本流體靜力血 一本力血的問題 那就是說流體力血的問題有很多種 那如果這個流體是沒有在動的 或者是流體的速度都一樣的 大概一樣的 沒有相對的 沒有相對速度運動的話 那這類的問題 我們就是流體靜力血 靜力血 不好意思可以好像癲身倒是 是流體靜力血的問題 那研究這種流體靜力血問題的一本科學 我們就稱為流體靜力血這樣 那特別在做水庫設計的時候 我們想知道像水庫都有一些 那個水庫的一些那個槍或者夾門 那設計上要用多大多厚的材料 才能夠抵抗那個水的壓力這樣 那這個有時候需要這麼多斜科 所以練土木系的水利系的 甚至做深層海底的研究的時候 想了解需要這種斜科 那我們來看看 首先我們再講一個方程式 講這個方程式的時候 我可能直接就先寫一個方程式 把第五章的一個方程式先寫出來 如果不懂沒有關係先跳過 一個完整的留體方程式 那下面這個方程式 對你們來講是從來沒有看過的 那不要去背他 不要去背他 因為我們到第五章的時候 會推導這個方程式這樣 所以我故意就寫一個代號出來 那邊的方程式 結果故意 因為他沒有寫到 那我從這個方程式找手 是一個描述流體運動的一個方程式 一個力量的方程式 也叫做動量方程式 那一起有四個項 那這個每個項 那今天我們來看看 我們先假如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這個代號V 就是講的速度 就是速度向量 那這邊還會出現一個G 就是重力 Glomity 就是我們重力的第一個字 就是拼音這樣 那其他的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連性係數 P就是我們講的壓力 那待會我們再講到壓力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到壓力器之類的東西 這個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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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齁 那這個五號 問題就可複雜了 我們還沒講 這個已經知道就是T度 這是一個 一個數學五號 Plus的一個數學印算詞這樣 那這樣它指的是 兩個下降T度的內七這樣 那也許還不是很懂 沒關係 那老師偷懶 我就想說 直接從這個方程式推導過來 如果 如果這個方程式裡面的速度等於0的話 那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這項是速度 這個也速度 這個第一項跟第四項就沒有了 這個方程式就可以 這個方程式就可以 這個方程式可以簡化成0 我只要偷懶一下 我講一裡面 用 會從基本的力寫方程式推導 那我媽一開始推導 那你聽不懂 我先從第一邊 那也許下一次的時候 我再講管子的推導 好不好 我有點是從後面導過來 這個 這個是 前面那個左邊 啊 最左邊 這個 low 密度 這個 對 這個low low 所以應該low 以後寫low 把它寫公正一點 對 我到第五章的時候 我會完整的跟你告知 這個東西 好不好 那我有點脫懶 我先把後面的東西 先拿過來 這樣 那因為 因為在流體力寫裡面 呢 那個方程式裡面 這個 速度等於0的時候 第一項 跟最後相似等於0 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 一個 速度等於0的一個方程式 也就是說 靜易寫方程式 是 流體力寫的一個 特例的意思 這樣 就比較簡單 那就是說 我們在半導流體力寫的時候 非常簡單的 速度等於0的 靜易寫 那再討論到 動力寫 一步一步來一下 那我下次 下禮拜四 我會推導一下 這個方程式 是怎麼來的 我從力的平衡 方程式推導過來 好不好 那因為我怕今天 會來不及的時候 我就要跳過去 我下禮拜會推導 從力量守恆的概念 去把這個方程式推導出來 所以 在這個方程式 在這個式子裡面 我如果把它看 把它展開來看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就 我們這邊 這方程式就是 就是我們第一章裡面 我們在第三章裡面 所用到的 速寫方程式是這樣 那這個方程式 還是很抽象 我可能給大家解釋一下 那待會兒 我們會擠一些 時期的應用 這個是太抽象了 就用速寫一下 那 因為提早 當你看懂這些數學 因為到第五章 第六章 會有一些速寫 那這個式子 我如果用像樣的方式 把它展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把它做 請問一下 你們上過了 像樣了沒有 還沒有 上次了 還沒有 那我把它展開一下 我就一步一步帶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個式子 這個 這個 右邊的第一項 就是這一項 這樣 好 我把它展開過來 當然我們在寫 數學的時候 會用 廣義的三度空間的方程式 在寫這樣 那 這邊有一些符號 我把它表示一下 其中 在這個式子裡面 這七就是重力的意思 這樣 那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把坐標 定在 另一方向的話 重力只有在另一方向才有 那因為我們在 在數學上 我們的坐標 不一定定義成 我們習慣了 你也可能把坐標 做個傾斜 你知道嗎 因為 有時候是一個傾斜 就是把坐標 一定要這樣 把它傾斜一下 那你可能重力在 上個方向都會有分量 但是我們正正在應用的時候 我們經常會把重力 就定義在 其中一個方向 但是在數學的時候 會寫成 比較廣義一點 這樣 也許你的坐標 不一定 跟 另一方向 重點 也可能把坐標 稍微傾斜一下 那這個時候 可能在S方向 Y方向 另一方向都有分量 所以這邊 這個G下標S Y 分別在 三個方向的 重力 分量 你懂什麼 對這個 這樣 我們不知道 寫到這樣 有沒有問題 這樣 那下面我就要開始 要做一些簡化 這樣 因為這個 像它是一個 向量 向量代表有大小 有方向 那如果是一個三度空間的 那再三個方向 那也許 有一天我們討論到 流體在管子裡面流動 我們就會用 銀數收標 系統 就是用 R 系檔 然後我們習慣了 我們在描述做習慣用直角 搜標描述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 分別在 S方向的 方程式把它寫出來 外方向 地方向 所以在S方向的方程式式 所以這個S方向 就是I 也就是說 剛才 用這個 向量表示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 展開成這樣 或者寫成 三個四指這樣 那你會發現 我們在數學上表達 就是 寫這樣很清楚 這樣說 就是有 X方向 Y方向 E方向 而如果寫成這樣 也可以 寫成這樣 也可以 經常用這樣的表達 比較簡潔這樣 但是 對同學來講 可能還不熟悉 就是他比較抽象 那 X寫像 那樣的目的就是 希望 透過一個 這樣寫像 很多個數學方的式 然後可以把它表達成 比較簡單一點 用這樣 用 用這樣 因為這個 看起來就一個式子很簡單 但這個式子的內行就是像這樣 或者是寫成這樣 了解一次嘛 那這個 再來我們來看看 再把它簡化一下 實際上我們在公尺上 碰到的問題 我們經常把重力 放在 立方向 如果我們的座標 你看看 如果我們的座標是像 XY力 那我們的重力 一般重力是 在哪個方向 往下 OK 垂直朝下 好 那 剛好 跟力是甚麼方向 跟 所以 從這個事實裡面 你們可以知道 這個等於多少 在X方向的分量等於多少 小五 這個是重力 在X方向的分量 多少 打對了 然後在外方向 然後 在地方向 想問一下 在地方向的分量等於多少 跟基有關係 是正 還是護的 護的 護的 因為我們座標 往上 為正 那這個重力是怎樣 往下 就是護號 因為 記得我們在座標 正護號 只是代表方向性而已 所以 重力就是護的 記得我們工程上 經常會用正護號 代表方向而已 剛好 重力的方向是往下 那 我們習慣上 我們座標會定義 往上為正向 OK 這樣了解是嗎 所以這個方式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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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的座標 像這樣的座標的話 如果 我們的座標是定義成這樣 上面的方程式 上面的方程式 實際就可以寫得很簡單 這樣 有沒有 就很簡單 就是 幹嘛 這個式子 就會變成這麼簡單 這樣這個就不用管它了 實際上我們最重要 是要用這個方程式 來計算 那 我記得 我們禮拜了 有 小檢 小檢是老闆 講阿蠻達那個 就是 因為我要講說 算一下 有一些 船 或者一些潛水田 乘到海底下 想知道一下 它在海底下 承受的壓力 可以用這個公式 就可以計算得出來 那這個 我抱歉了 我好像寫字 我都寫得不大 這兩個式子 就用不到這樣 那我把這個式子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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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 撐過來一下 再把它撐過來 就是 好 就這樣 就可以寫成這樣 這個式子 最後 我們可以用纖維分就可以了 很明顯 這個題目裡面 壓力只有在 立方向會變化 在 x方向 外方向沒有變化 所以可以把 偏維分改成 前維分的 聽懂 所以這個式子 那有時候我們的書 會故意再寫一個等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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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等的 那是 比重 量 比重 齁 比重量 是吧 比重量 是吧 比重量 是吧 呃 這個 這個 什麼 負責事 我把它移 正 正 負責 那邊 應該是正 呃 因為 基整 負基嘛 對吧 這只是移來移氣造成的 這樣 我 我已經把它移過來了 這樣 他前面的負號區 要拉到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把它 我把它移一下 就 兩邊乘上負號 就是等 他的基因 基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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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對不對 那這個沒有關係 代表說 壓力只有在 密方向會變化 那乾脆這個事實 就把它寫成錢為分的就好了 齁 可以吧齁 這樣有理解意思嗎齁 所以 那些 笑人 這樣 有沒有問題齁 這樣齁 等計算的時候 步驟 那我 我把它擦掉 來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既然會講到這個壓力齁 那想問一下齁 等一下我再這樣講 我們再介紹一下壓力的 我們在流體力血裡面齁 我們會呈現一個壓力 呈現比如說 在高壓側的壓力 那有時候我們會用 結對壓力 有時候用表壓力 這個字眼 那有時候 會抽成真功 真功壓力 經常有這個名稱這樣 所以 我們經常會有講到幾個專有的名詞 表壓力這樣 GATCH Pretial GATCH GATCH Pretial 就是表壓力 然後還有一個 真功壓力 正功壓力 然後還有我們常講的 結對壓力 就是真實的壓力這樣 正功壓力 然後還有我們常講的 還有一個大氣壓力喔 我們經常會用這個 那這個 這幾個數字 用的符號 會用這幾個符號來表色 那 像你們有沒有 在高壓側跟低壓側 因為它的壓力都比大氣壓力高這樣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用壓力計 表壓力計 來呈現 高壓力 就是高壓側 或低壓側的壓力 那我們來看看喔 就第一種情況 就直接寫單 如果 如果 如果絕對壓力 比 大氣壓力來高的話 那這個事件的關係是 我們在那個 空調的時候 我們會用壓力計量色 能為了壓力 那個壓力計是 表壓力計這樣 用表壓力計量到的壓力喔 那就是說 好 我們待會下一節 我會 從網路裡面 抓一些壓力計的圖案給各位看 就是壓力計總裂很多種 那它有所謂的表壓力計 那希望同學 稍微記一下 那個 有的是 就是壓力計 絕對壓力計 量到就是真實的壓力 那有的表壓力 那表壓力 那表壓力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比一大氣壓力再高 多少的壓力的意思這樣 像我們的空調 不管是在 冷媒測 高壓測 就是冷媒測 壓力都是比 一大氣壓力的高 為什麼 不知道 因為它怕氣流跑到冷媒來這樣 怕空氣 所以冷媒的壓力 一般都會比一大氣壓力來的高這樣 那這個時候一般 大部分都會用表壓力去量高壓測的壓力或低壓測的壓力 那你讀到的數字譜 就讀到3.5 大氣壓力 那代表它真實的壓力是3.5加4.5才對 你懂的是吧 所以通寫可能要稍微看看你的壓力氣的總類這樣 那另外一種是 有些情況是 有些情況是 它是屬於在 比大氣壓力低的 就是屬於比較升空的 有時候那個壓力啦 好 好像 現在 現在講得沒錯 在SARS期間 那個病房裡面的壓是抽成入壓的 對不對 就是希望那個什麼 病靜 病房裡面不要跑出氣下 所以它會抽成比大氣壓來高這樣 譬如說 它是負壓的 就是那個壓力假如負壓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所謂的真空壓力來表示 就是數字 那它的真空壓力的時候 這個 這個 就是指的是 就是 真實的壓力比大氣壓低多少的意思這樣 那就是在病房 病房裡面真的會抽成 負壓 那負壓有時候我們講說 看它負壓量多少 就是 真實的大氣壓力 減掉 絕對壓力 也就是比大氣壓力再低多少這樣 然後 表壓力是比大氣壓力高多少的壓力 那 希望你幫我療癒 那就看看 我們在下一節 我用下課的時候 我會抓一些圖片出來 給各位看 那待會我會去說明一下一些壓力劑 一些量壓力的方式這樣 因為量壓力的方法 慢慢的 在學校 我們大部分會教你用簡單的 水柱的壓力器這樣 那有其外面呢 在外面做的時候 一般都用機械式的跟電子式的 直接一兩個就知道了這樣 那在學校可能也相對 因為它系列學生 它會用水柱式的 液體式的那種壓力器 兩側壓力 或者壓力差這樣 講到這一邊 各位 熟不熟悉 這樣清不清楚這樣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個 一個 一個情況 上個禮拜 有 尖血車來 請下有尖血 可以請下手這樣 同學沒有人尖血 有 那尖血的話 第一個要養什麼 養血壓 好不好 那養血壓的時候 因為講沒有錯 老師大概每次來都會尖血這樣 那我的實驗室研究是 有時候是剛好 所有的學生都尖血這樣 尖血好像感覺很不錯的 那這個血壓我們會 因為尖血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會先連個血壓 血壓會有兩個數字嘛 高的跟低的 你們想 對 有一個收收跟蘇張這樣 會量 有一個收收的壓 跟蘇張壓這樣 120跟80 或者是 把蘇張寫在前面 有個80跟120 那 長接血的人 或者量血壓的人 大家一看就知道 那多數的同學來講 好像都會正常 除非有遺傳 有些人有遺傳 血壓很高 那個高血壓 比到150 160 180這樣 很高這樣 那 因為同學來講正常是ok 或者熬夜的時候 這血壓也會變化 那請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請問一下 血液的壓力 比大氣壓力高 還低價 沒有關係都沒有關係 有人講低 還有沒有高的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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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不是有人在想嗎 這個血管切破以後會怎麼樣 裡面的水會噴出來 對吧齁 好不然空氣會跑平氣一下 會噴出來了 所以一般 一般人 一般人講這個 血壓齁 對 血壓 一般人講大 一般人講大 這個 對吧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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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這個 經常看烏爾摩斯的 就知道 看看 有些人會 那種謀殺 看看血液噴出來的 那個形狀 大概可以知道 可能這個人是怎麼厲害的這樣 代表那個血液一衝撞以後 血管一破掉的話 裡面的血液是比較高的 它會噴出來這樣 代表血壓比較高的 就是這樣 比大氣壓高嘛齁 那請問一下 這個120代表什麼壓力 代表了 絕對壓力呢 還是表壓力呢 還是真功壓力 聽懂是吧 我不是有講好幾個壓力 這120代表什麼壓力 好 單位 覺得壓力 也就是120個 什麼壓力 如果這樣 單位是什麼 PSI 那 PSI 喔 那一個大氣壓力多少個PSI 14.7 那120大概幾個壓力 8 8 喔 那你可能這個人齁 那壓力是 大概應該是會 血液會把你血管 撐破這樣 那個 血液的壓力齁 差不多 比你大現在再高一點點這樣 K-POP也不太對 也不太對 老實跟你講 這個 這個壓力齁 我先把它 這個壓力是 水銀柱高這樣 這個水銀柱齁 從這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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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氣壓力我們把它注意一下 created 對… 對… 那… 也就是 他表壓力 他… 它表壓力 所以… 算很厲害 這個… 一大氣壓力是 760mm水磷柱高 那這個血量是120 什麼意思 應該是比一大氣壓力高 對吧 所以這個應該是 對吧 應該代表880的水磷柱高 或者直接把它轉換成壓力 標準大氣壓力就好了 可以有計算機的同學幫我按一下 是幾個大氣壓力這樣 可以 可以 我想要小數點 1點 這樣下來是幾個大氣壓力 有手機的同學幫我按一下 多少 1.157 1.158 你知道嗎 代表裡面的收縮壓 正常的時候 比一大氣壓力再高個 0.157 對吧 也許有一天你給爸爸或者阿公阿嬤去醫院的時候 一般第一個動作就是量血壓這樣 他會量到一個80或者20 那有時候 像有些人喜歡運動的同學 他這個壓力都很低 壓力很低這樣 他會比這個數字很低這樣 60左右這樣 那這個數字一般都可以換了 太低好像不太好 太高也不太好 就是喔 那 請問一下 上禮拜去接血的時候 這位同學 血壓正常吧 是喔 老師也正常這樣 習慣上 接血車廊 當然老師就去接一下血這樣 有機會去接個血 也是挺不錯的這樣 那我吃這個機會喔 做一個壓力換算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幾個壓力再呼吸一下 我們常用的壓力是 一大氣壓是 等一 8 760 多少個水柱高 10 多少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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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adan 10公尺左右 10公尺的意思吧 就是說我們在水下往下10公尺 壓力會增加一個大氣壓力 那海水密度也差不多 這個是我們比較少用的 因為我們第三章會用到這個概念這樣 因為我們會講液體下面會承受多少壓力這樣 在液體下面這樣承受的載重 那另外一個在我們常用的單位 它有用到熱力血裡面一個大氣壓力 等於多少個KPA 10102 多少 101 K-POP OK 然後 等候空調裡面 我們量到壓力經常不是用公式 用POP 多少 希望同學能夠慢慢記起來這樣 那單位是什麼單位 PSI 然後 在壓縮期的時候 空壓器 它的單位又不是這個 一大氣壓多少 用公式 那這個數字 差不多 差不多1.03 那不錯喔 你們都記得很好 水 那有時候我們就 信一啦 這個 這個買空壓器的時候 會用這個單位 那一般我們在 因為你們寫很東東調的 我們知道 一般量壓力就會量半這樣 量幾半這樣 那熱力血是這樣膠的這樣 但是我們量血壓的時候 是用這個單位這樣 當我們講 尤其精力血的時候 我們經常會講 水柱高 1公尺 2公尺 10公尺 那希望同學能夠 那有了這個關係 就可以知道 他們之間的關聯性這樣 大家就會 那 那 那等級 你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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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樣 氣象的時候 我們用霸這樣 氣象級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 我目前 這個高壓來洗這樣 那目前氣候 大概壓力昏布是怎麼樣 那你會發現 台風天台的時候 我們那個大氣的壓力 大概都低 低一個大氣壓力這樣 低一個大氣壓力 這個慢慢 所以 透過這樣各位 知道了 我們在量血壓的時候 那些 透過這個了解一下 表壓力 也就是 還有絕對壓力 也就是說 尤其外面去實習的時候 二生三要去實習嘛 其實外面也會去量 冷媒的壓力 那壓力可能就 不同的有壓力器 那你按照法論 壓力器是屬於 真功壓力器 還表壓力器 還什麼壓力器 那一般我們公表的壓力 大部分都是用表壓力器比較多 量到壓力很可能 還是加1 比大氣再高一點 這樣 我想同學們 稍微記一下 這樣 那下面幾分鐘的時間 我 再 我用後面的幾分鐘 我再 推倒一個東西 這個碗而已 下面會講兩個立體這樣 講兩個例子就是 我們想知道一下壓力在 比如說我們在那 到海邊去做浮潛這樣 我們想知道一下那個壓力往 液體下方沉下氣的時候 壓力的分布狀況是怎麼樣 或者我們想知道一下在空中 它的壓力分布會怎麼樣 一個在空氣中 或者在液體下面的壓力分布 那剛才我們再回憶一下 剛才我們再回憶一下 剛才我們講到的壓力 我們的壓力方程是 剛才我們有寫到一個基本的描述 就是流體淨力血壓力跟位置的關係 就是在流體淨力血的時候 壓力跟位置有關係 那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這項是什麼東西這樣 等一下 但是很特別 當然跟重量有關係這樣 那我們來看 比如說我們想知道一下那個 這個 我們能到海邊浮潛的時候 那往海下 游下去以後 那我們想知道一下 那個 人 在 海底下 沉澀的壓力 跟深度之間有什麼關係這樣 那 越往深 很明顯的 壓力也越大 那個很明顯的 我們可以 那上次應該也 念高指的時候 曾經有推導過出來 就是說 這個量度壓力應該是跟這個有關係這樣 對吧 然後這個公式就從這邊 集溫集資就可以了 那 那待會 呃 因為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待會 把這事實推導出來 這個是 隨便的壓力 這個是 這項是什麼意思 重量 單位面積的重量 聽懂得到 那 等一下我幾個意思 我們就 你就聽得懂 我們意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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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